好,大家好,恒指又是不上不下 A股昨天好跌的 星期一的時候,互心300就上回5000點 但今天A股又再上回 都是傳統A股的格局 走一步又停一步 恒指一樣,暫時都是上大概26500點 亦都是完全沒有方向 那些資金都相對比較簡單 由舊經濟股再上的力量都不夠 就走回到資源股那裏,電動車那裏 可能是內循環的因素影響 還有一些憧憬就是有些行業重組 或者國企重組 所以有些資金到的 新經濟股都開始pick up 一點 阿里巴巴那些都做回高一點 但早似都未成氣候 所以我想大市都會比較靜一點 市場都是頗為關注 全球資金流的情況 因為美股都繼續OK的 會不會留一點過來香港這邊 亞太區那邊呢? 日本亦都是做得好的 有它自己比如RCEP那個幫助 但香港似乎都未受惠到 會不會遲些才受惠呢? 那就不知道 但是資金有少少磨權策掌的感覺 但又不敢說太過大力地衝入市裏面 因為畢竟中國現在A股裏面 是在炒一些順周期股的 但是你說經濟格局來講 是不是這麼順呢? 好像有點懷疑 另外就是一些債務危機 越爆越多一些債務違約的問題 所以都限制或者局限市場的氣氛 所以暫時來看 整個港股的形勢 我想都沒有太大的變化了 可能資金輪動 由舊經濟去資源股 從資源股過去新經濟那裏 有些的投資空間 但是總體來說 方向欠逢的 waist我們差不多 美渡